周琦争夺战有变 CBA铭记爆料辽宁南篮 惊喜大反转 扬名或有望三换一而打动新疆南篮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通过这条视频 就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众所周知 在近期广大的球迷也一定是关注到了 很多关于周琦在下个赛季 即将重返CBA的话题 因为作为中国篮球现役的一哥 那么周琦的个人能力不用做过多的赘述 他如果说在新赛季回到CBA 去到某一支球队去打球的话 那么他是有可能改变现有联赛的整个争冠合局的 所以说周琦争夺战愈演愈烈 而在近期令人所有球迷都感觉到比较意外的是 我们国内有众多的媒体记者 相继爆料最有可能得到周琦的 竟然是两支来自于北京的俱乐部 北京首钢和北京北控 对吧 这两家俱乐部都拿出了足够大的筹码和诚意 来希望打动周琦和新疆俱乐部放人 最终促成周琦的这笔交易 甚至也有相关媒体记者爆料 说北控队目前是最有诚意 最有可能得到周琦的俱乐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些媒体记者 大家总在提北京首钢也好 北京北控也好 能够看出这些猜大气粗的俱乐部 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下了大力气 砸钱砸人了 而且这种大手笔的砸钱过程中 很有可能付出的不仅仅是大几千万 甚至说有可能过亿的转回费 那么甚至还包含了各自俱乐部内的一些 非常优秀的本土球员来去交易周琦 对吧 那么这就能够看出这两家俱乐部都是下了血本的了 但是这些媒体记者却只字未提辽领队 而对于辽领球迷来说 大家一直非常希望周琦能够回归回家 因为对于辽领队来说 目前韩德军年事已高 已经快37岁了 到了一个运动员该退役的时候 如果周琦回归 那么韩德军就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周琦 实现一个无缝衔接 而本身周琦跟辽领队的感情就很深 这里由他太多从小一起长起来的辽领青年队的兄弟 所以说如果回到辽领队的话 是他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但前提辽领队 你得满足周琦的一个首先 薪水要求 其次 那就是你能够拿出足够大的筹码 打动新疆队放人 如果说同样都是各家俱乐部疯狂的报价的话 人家北控能够拿得出大几千万 甚至还能拿出优秀的球员去交易 那你辽领队这边 你囊中羞涩 那你肯定是竞争不过人家北控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舍不得孩子就套不得狼 想要得到周琦 你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么资金上的话 其实辽领队可以通过体育局 赞助上的一些各方努力 筹措一定大几千万的资金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前提是你单纯靠钱去砸 这个时候是无法打动新疆队放人的 新疆队之所以被蓝鞋 解除了他禁止注册新球员的 这样一个禁令 对吧 就是能够看出他希望通过周琦的交易 得到新球员加入 对吧 那么这就意味着 辽领队你需要拿出一些优秀的球员 放入到交易之中 才有可能得到周琦 那么谁能够加入到交易之中呢 很多球迷可能也在开玩笑的说 是吧 严守旗 守地 单换周琦 那么这种话 说实话 球迷在底下 咱自己讨论讨论 当个玩笑开开也就算了 但是你真的拿着严守旗 周俊成啊 马壮这些球员 你去 你就算你弄他仨绑一块 你都估计抵不了1000万现金 对吧 所以说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人家新疆队要你这些球员干嘛呢 新疆队想要真正打动他 那么辽领队你必须要下一下血本 在你的一些核心轮转框架内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球员里边 举个例子来讲 像富豪 对吧 其次像一些潜力股 于泽臣 包括这个吴昌泽 那么这些球员 如果说把这三个球员捆绑到一起的话 可能这些球员去到新疆队 他们会有着非常稳定的出场时间 有着比较大的发挥的余地和空间 对于新疆队来说 他们可以得到三四号位位置上的 进一步的人才的夯实补强 能够得到大几千万的转回费的话 对于新疆队来说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所以说就看辽宁队 你这个时候舍不舍得下本了 当然了 前提还得看 辽宁队究竟是否加入到了这一场争夺战 这是最关键的 而根据CBA的媒体记者曝光的消息显示 辽宁队确实已经正式出手 加入到了周期争夺战中 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 也就意味着辽宁队上演了惊喜的大反转 意味着球队并没有放弃对于周期的争夺 也就意味着随着这场争夺战 愈演愈烈的不断升级之中 辽宁队可能随时去加大他的这种引员的筹码 那么如果说杨明最后孤注一掷 真的拿出了大手笔的筹码 周期是完全有可能回归辽宁队来借办韩大军的 我们也是共同的敬后加音吧